农业部水保署 澎湖县政府农渔局 灯塔计划有限公司 澎湖县农渔海青年创生协会与亚澎游艇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在亚国码头共同主办 2024首届澎清新工艺市集继第五届台澎金马青年节活动 22个摊位约250名来自澎湖金门连江的青年借由活动交流 展现在地手作工艺及美食 县长陈光复晚间也到现场共襄盛举 对于青年们精致的手作小物 独特的艺术品以及多样化的特色餐饮表示赞许 不像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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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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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既往过乡 对女孩子的妇科疾病很有效 对女孩子的妇科疾病很有效 那是传地这样的 可以传地 中医也有在用 妈妈说我们今天是跟我们隔壁的普直座合作做药草球 刚刚我在跟那个高粱局长讲说应该来做一颗给太太回去按摩按摩 对按摩按摩 真的很棒 展出来自澎湖各地的工艺品牌与特色餐饮 提供参与者体验手作的温度与澎湖的独特风情 参与市集丰富多元 现场22个摊位吸引了相当多人参观 这边就是我自己的 这边有很多鲜的 这边有很多鲜的 这边有粉红的 我跟我们猪猪倒一鲜是四五里 他用那个房购测试法 你带他一边 倒一鲜对你的身体是较好 你的食材较好 这边有什么意思 你记得你的网络测试法 他就是你把东西拿进去 你把东西拿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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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食材较好 你的经济好有力 这一份咯 我们该会呢 准备找好一个舒适的空间 跟舒适的座位 比江湖导演讲开始 但这个非常凉爽 而且我们也非常招呼我们 现在 你现在是个商业 是不是 对 OK 陈光复指出 有感青年创业不易 县府与信保基金 及三家金融机构合作 提供清创贷款服务 他鼓励青年可结合SBIR 创新竹梦 多与各产业合作 激荡更多精彩的商业作品 县府也会多举办市集 提升青年 提升青年的竞争力 及能见度 我们现在有在集团研究 要如何结合 媒体 和结合整个市集 我们现在在东卫水库 东卫水库 要够一个市集的店 市集的店 有在考虑在那个 我们是第一个市集的店 是不是第一个市集的店 市集的店 有一个国际广场 和董卫水库 还有一个 我们的花海 白鹿堂 还有一个店 我们如果说 有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 有这个创业 工艺 特殊的技术 我们也有很多店 搭配参团 搭配乡亲的常观 结合 可以让很多 我们的建筑 所公益 有很多文创的东西 可以发挥到临临尽致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长 陈雪玉表示 澎湖的青年朋友非常优秀 很有创意 相当团结 更有行动力 尤其利用专长结合社区长者 无论在文化传承 田野调查 都展现出澎湖青年的特色 所提出的计划 做的事情也都很扎实 她很感动 我们在地 很多青年朋友 都有创意行动 也很有团结的力量 大家都在一个社区的地方 给我们所有的专长 和在地的一些长者 一些青年朋友 大家透过各自不同的创意专业 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国家里面 我感觉我们朋友的青年朋友 实在 很厉害 还有很好的 尤其是我们的行动力 又很狡猾 就是跟着佩莹一起来到澎湖 然后很开心 今天能够参加到盛会 那我们这几年 其实在马祖 我现在是社道中心 所以 对 就是马祖社道中心 然后就是这三年 今天是第四年 那另外 其实这几年 我们也协助文化处 然后在做 整个马祖就是岛屿博物馆 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那就欢迎大家来 有机会来到马祖 认识马祖的 各方各面的一些特色 那有机会我们马祖见 谢谢 澎湖青年节 已迈入第五年 今年更是结合首届澎湖公益市集 邀集来自澎湖各地的公益创作者 展示丰富多元的在地手作公益 活动以结为主题 象征大小岛屿青年串联与合作 邀集来自澎湖的公益创作者 展示多元手作陶艺 木工 金工 编织 染织等公益 并提供台蓬金马青年团队 分享地方创生经验 激发多元产业合作模式 打造更丰富的地方生活 记者王海龙报导 混同 mercado 不动 有空 其实 想打造尖 看 aos entrar mobi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